10 从这一个影片开始 我们前面很多讲过的就不会再讲 你要按照我们前面学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 老师没讲到了你就照之前教的去做 我们只是讲重点 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是 坐标位置 那我们现在都改成要来寻宝 那老师都有给小朋友看过 那个保障图 有的保障图都没有标保障在哪里 全部都是黑的 有山啊有核啊 那有的 这个藏宝图吧 藏宝图有的会有标红色 那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 保障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小朋友一定要会这些站牌 站牌1 站牌2 站牌3 那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保障里面那个红色 那比较容易找到保障 站牌4 站牌5 站牌6 站牌7 站牌8 站牌9 想要写好字呢 脑中要这些站牌 就是把字格子拆成一半 再拆成一半 然后横线也一样 横线 拆一半 这里再拆一半 欧阳群的话老师很少提到 老师讲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 地图上有一个 北回归线 它是纬度 那古时候 织那个房 织那个衣服 不是织房子 在绒织衣服的时候 你自己看自己的衣服 它会有很多横线 还有直线 合起来的 把它交叉放在一起 就变成我们的衣服 那 这个横线呢 就叫做尾线 我们有金度跟尾度 地球上啊 所以北回归线是23 北尾23.5度 那老师会教金线跟尾线 你会忘记说 金线是很的 还直的 你就想好 北回归线是北尾23.5度 那它是这样经过的 所以 横线 就叫做尾线 直线呢 就叫做金线 所以我们常会也会听到说 北尾几度 西金 108度 什么的 会介绍 会介绍 座标 所以我们这样根据这个 我们就会找到保障 然后呢老师要讲一下 我老师都有时候用这个 现在都会用这个 不是有时候啦 就是有的时候怕小朋友数不准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 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小朋友很难懂 那个 只有 刚才那样的图呢 小朋友不会不知道是五个一数 所以老师就放进来 这样你看 这个叫他的名称叫做 座标 一 那我们寻宝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东西 你看那个店里面有寻宝的会有一手上的一个东西在看范围的那个是罗盘 或是可能应该算是指针 就是指北针那一种的 那尤其是 我们东方的寻宝的都会有这个罗盘 有指针 那这个 像大爷老师在用时钟来看这个往几点走 所以就有两个东西 都是我们写字 很需要用的东西 那你脑中要这些东西呀 我们要比里面的人更厉害 脑中要有时钟 还有 坐标仪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寻宝的 因为老师 基本凯书介绍笔法的时候是先介绍 这一笔呢 很多小朋友都会写错笔顺 注意一下 第一笔是这一笔 所以你这边写一个1 从他下笔的地方写1 代表他是第1笔 好 那他会靠近 那个宝藏的入口 会靠近站排几呢 宝藏的入口 靠近站排4 你就看哦 大概在站排4的附近 他的上面 所以我们他的起底点在这里入口 是几号 好我们来算一下 0 1 2 3 4 5 好 小朋友记得哦 这样一大格这样是5 那5的左边这边是应该是4 大概是在4号 几楼 11楼超过一点点 好 我们要学着自己找看有没有找对 好接下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 坐标仪放上来 所以这个宝藏的入口了真正的入口是在4点多 那这个是长痕老师建议那你就写4号 好 那是11点多楼呢 11点2 但是这种笔画了很多小朋友都容易写高 老师每次都说啊写中间写中间还是写很高 每个小朋友没有一个例外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写4号 入口是4号11楼 好 也这个入口呢保障的入口也就是我们的 起笔点坐标 好接下来我们要寻保了 好可能要 坐坐船了经过小河这样子过来 好但是那宝藏都在这里 好我们的收笔点位置要算这里 然后再慢慢的另外做收笔 所以我们的宝藏在这里不是这里 好先找到这里宝藏 他是几号几楼 我们想一下大概是14.5号 好来我们数一下 0 接下来这里是5 5个1数 5 好中间是多少 10 直线10 这边是 金度金线 直线 15 15在这里他在他的左边 所以这边大概是 14.5号 几楼高 好先记好14.5号 几楼高 在这里我们保障是在这里 好一样的哈 这里是0 0楼 再来 你的小朋友给我数1楼 注意 这是5个1数 我们刚才不是有把那个坐标移放上来了 这一个里面会有5个 所以他5楼 10楼 那这里是几楼 15楼 在刚好在10跟15的中间是多少你知道吗 好我们再算 好我们再算 好你看这样算了这样就每个5个1数对不对 0 1 2 3 4 5楼 6 7 8 9 10 10 11 12 12 13 好 12跟13的中间 是几楼 12.5楼 所以这边保障长的地方是 14 14.5号 12 5楼 好这是第1笔的部分 第1笔的部分 第1笔保障找到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2个保障 这种写法 记得我们会这样写 并不一定会在中间 看你有没有写正 根据你写出来的线 12 2 画起来中间在这里 找出你画的中间 这个横画的中间 所以我们说 老师教的是二分法 把一个格子 切一半 不够 再切一半 所以这中间很重要 好我们来看中间在这里 好往上数 到大概15楼附近 15楼左右 然后 往左边数 几个铅笔星 不是几个铅笔星 几只蚂蚁 这个欧阳群的话呢 可能要三只 因为欧阳群他的这个 树化呢 树化的话呢 他比较粗一点 所以可能要数三只蚂蚁 12 3 然后三点放下去 这是三点放 放下去比放三点的时候呢 三点下 然后 直直走 直直走 从15楼这附近走走走走到几楼 自己看 这有线 不要超过这个站牌2 写到几楼 6楼之前 就要停了 然后收笔收到几楼 6楼左右 所以你写完的时候要在 5的 上面 大概6左右 所以你这样 画下来 做收笔 写个V 等一下笔法呢 这两笔 我们都会交 那这边的坐标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我们就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